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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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此阶段的最后20秒 对象将感受到所有感觉神经的强烈刺激 且描述此过程极为痛苦 身体较差的对象可能会在此阶段死于休克 此阶段结束后 对象的生物性别被永久改变 一般情况下 对象的生物性别将变为相反的生物性别 所有的第一和第二性针都被相应的改变 第四阶段 ICP-13 与对象脱离且停止活动 对象物种中性蓝色体不典型的对象 例如双性人 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受到ICP-13的影响 在人类中就似乎受到性别认同的影响 这些受试者可能不受影响 或身体转变为男性或女性身体 具备相应的性蓝色体 或可能发生其他结果 通常如果性别认同是非标准的 初次使用时 变化素会与受试者性别认同全部或部分匹配 对于ICP-13是否会根据非标准性别认同的存在与否改变效果 源在研究中 人类本身的性别认同通常不会被ICP-13改变 在具有非标准性别认同的主体 通常性别认同与其接触前的生物性别不匹配 这通常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 在标准性别认同 性别认同匹配接触前的生理性别的主体中 心理效应通常是负面的 这些似乎是自然的心理反应 而不是由于ICP-113的异常效应所导致 某些物种曝附在ICP-113后 会产生不寻常的效应 在科模多区席中 许多具有LiW、LiLi 个体被转化为拥有WW染色体 而不是LiLi或LiW 在所有案例中这都是致命的 在修理营感线虫中 尽管有两个性别 雌雄通体和雄性 但没有雄性产生 雄性个体变为雌雄通体 雌雄通体实验对象不受影响 被注 在野生种群中 雄性修理营感线虫极为罕见 单一性别两性物种 例如蚯蚓 测试对象不会被ICP-113转化 对象的转化过程在第二阶段停止 同时该项目停止活动 在大约60秒后 天前暴露的受试者 可通过接触ICP-113 再次经历ICP-113的影响 然而在25%的情况下 立刻尝试第二次接触ICP-113会失败 无法正确转换性别 转换失败的情况各不相同 但通常包括严重的骨骼 器官和组织损伤 以及生殖器的部分或完全的闭锁 这通常导致器官损伤或内出血致死 错误率可能被受试者 长时间不接触ICP-113而影响 这跟据受试对象的不同为不同 影响结果正在研究中 在正常情况下 转换失败率会随着接触项目的次数 直出成长 经历反复快速接触并存活下来的受试者 最终会被转化为 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 更多异常特征将持续出现 以上就是ICP-113 简单的说ICP-113有着红碧鱼的外形 当碰触到具有性蓝色体的生物时 这个生物就会转化为相反的性别 转化过程非常痛苦 身体较差的人可能在转化过程中死亡 在转化完60秒后 就能再次碰触ICP-113进行转化 但再次转化却有大约25%的机会会转化失败 因为蛮多人希望我做这个ICP 所以我就做了 这个ICP算是蛮早期的ICP 所以概念上也比较简单 但我觉得作者还是考虑的蛮多的 各种不同的状况都有提到 双性 不同性别决定系统 线虫 蟹蚓 等等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I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掰掰 但通常包括严重的骨骼 器官和组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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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组织 组织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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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